欢迎收看胶囊电影 电影《无暇赴死之后》 丹尼尔克雷格正式交出邦德杀人之兆 好莱坞巨星纷纷毛遂自荐 巨石强森 荷兰蒂 大超亨利都表示 自己十分想成为下一任邦德 不过以上三位皆不可能 巨石强森身形太壮 身价太高 而且不是英国人 荷兰蒂身材太矮 年纪太小 而且还有一张娃娃脸 大超亨利气质太正 不够风流倜傥 而且超人形象太深入人心 那么哪位英国男性有戏呢 斗森 汤老师 鲁哥 杰森斯坦森 哪一位更接近米高美的人选 斗森身材太高挑 且气质阴柔 汤老师气质有点痞 不够绅士 身高175也不达标 鲁哥无论身材和气质都不错 也有一定知名度 可惜已经出轨 杰森斯坦森功夫不错 但是硬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而且手里已经有几部APP电影 另外邦德从未用过光头演员 相比之下 英国黑人男性 伊德里斯艾尔巴也许更有机会 首先 他名气不差 出演过雷神 《环太平洋》 《乌罗密休斯》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等大片 其次 以演技扎实 多次获得金球奖和暗美奖提名 还有他片酬也不高 还符合好莱坞喜欢选用黑人演员的潮流 唯一的缺点是年龄不小 今年已经49岁 丹尼尔克雷格和布鲁斯南 接拍第一部007电影的时候 还不满40岁 毕竟演邦德也是一向体力活 喜欢欧美娱乐 关注焦能电影 感谢收看 记得点赞